萨达姆十万大军逼近该国,看见36枚东风导弹竖起,士兵扭头就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如今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不过我们不会忘记,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经济发展并不顺利,一方面缺少经验,另一方面缺少大量的资金。 那时候的外汇很紧缺国家的外汇存底也不多。 为了赚取宝贵的外汇,国家想了很多办法,做的最大的一笔生意就是将自己的战略武器中程导弹卖给了沙乌地阿拉伯。 沙特这个国家最不缺的就是钱,随便在沙特地上钻个井就能挖出石油。 沙特每年都有石油美元的大笔进账,但是却极度缺乏安全感。 沙特在购买别国武器时总是非常大方,那个时候我国刚刚研制出东风导弹,沙特就绕上门来了。 80年代动荡的中东局势让沙特下定决心购买我国的东风三中程导弹。 80年代中期的中东,除了公认的军事强国以色列以外,还有伊朗和伊拉克也是军事上力量雄厚的强国。 1980年两一战争爆发,两边打了八年的战争,沙特尽管没有参战,但在一旁看得战战兢兢,生怕自己的边境随时会被突破。 沙特曾想象自己的老朋友美国购买长矛弹道导弹,结果没美国以中东平衡的理由回绝了,于是花35亿美金购买了中国的东风富三弹道导弹。 35亿美元36枚东风桑导弹,几乎是一枚一亿,还是在遥远的1988年,相当于现在500亿的大单。 但35亿美元换来了沙特30年的和平发展,在当时的中东,东风富三就是一款大杀器。 1990年,伊拉克一天之内攻陷科威特全境,十万伊拉克大军直逼沙特东部领土,第一时间多枚东风富三导弹被运网发射几地,苏尔坦亲王室后回忆,正是因为东风富三导弹的存在,使得当时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不敢对沙特造次。 。